大家好,我是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天分享养生知识,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,非常感谢您在白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俗话说,男人离不开韭菜,女人离不开莲藕,可见莲藕对女性朋友们特别的友好,花生和脸一生宝,莲藕的刺补功效特别的强大,女人经常吃莲藕,能够起到美容养颜的效果,而且能够去斗,同时能够令肌肤更加的弹性光泽。 86岁的老奶奶特别的注重养生宝洁,看起来的样子像五多岁的,没有周吻,显得特别的年轻,而且能够经常的散步,和朋友们聊天,跳一些广场舞都是没有问题的。 她的养生秘诀就是比较爱吃莲藕,经常会用莲藕这样吃的,那么来看一下老奶奶的养生秘诀是什么。 秋天莲藕最养人的,这是老谷宇说的,果不其然,秋天莲藕特别的滋养皮肤,女性朋友们,要多吃莲藕,吃莲藕可以很好的提高睡眠质量。 莲藕是很多人的心头爱,而且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,对身体的好处是比较多大。 研究发现,经常吃莲藕的人,可以有效地提高睡眠质量,因为莲藕中具有安神清新的作用。 每天吃莲藕,有效地帮助睡觉的时候快速地进入睡眠,是莲藕的第二个好处,能够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。 中左周知,莲花全身是宝,莲藕就是其中的一项,莲藕有特别好的美容作用,因为莲藕中的营养成分比较高大,含有的维生素,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成分。 能够有效地提高皮肤的新陈代谢,让皮肤更加的光滑、细嫩,有弹性。 而且吃莲藕,可以补血生血,莲藕不仅富含蛋白质、淀粉、维生素,还有很多的铁质。 听远的朋友们,可以吃莲藕,能够补充人体铁盒促进血红生成,有补血生血的效果。 吃莲藕能够排毒瘦身,莲藕富含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黏液蛋白,不仅能够促进肠原的蠕动,而能够帮助体内毒素,通过粪便的排出,可以抑制人体吸收胆固醇,是甘油酸脂等脂质的物质。 女性朋友们吃莲藕,可以很好的瘦身,莲藕能够清热凉血止血,莲藕生长在水中,能够清热凉血的效果。 身体的体内火气比较大,容易出现大便干燥,口腔溃炎不良的反应。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莲藕,有很好的清热、凉血、降干火的功效的。 我们再准备花生。 花生是一种非常营养的食物,含有的蛋白质,维生素B2、维生素C、铁、钙这些物质,不但可以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元素,对健康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。 吃花生可以促进骨骆的生长,儿童、老年人需要大量的补钙,这个时候就需要吃花生的。 花生中含有大量的钙,对于骨骆生长发育,有促进的作用,而且吃花生可以预防高血脂、高血压中风的作用。 花生含有的白磷乳醇,是一种生物很强的天然多分物质。 花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、维生素C,最有美容炎炎的作用呢,可以缓解肌肤、暗沉、缓解黑眼圈、痘痘肌肌肤的问题,能够防止心脑血管疾病。 吃花生可以有效地达到花生含有的大量的亚油酸,这种物质可以分解蛋固醇从而排出体外。 再准备白磷,白磷鲜味干瓶,易脾胃,能够尖皮、补肾、养心安身。 白磷能够滋养补血,润肺脂壳,养心的功效,可以保护心脏,能够安身猪眠,降压的作用。 白磷中的多糖,可以帮助我们体内的一种眉活性,有能够还好的延而老的作用呢。 我们用白磷,滋润五脏都有好处。 白磷可以心脉通畅,气血变得比较通。 吃白磷,对五脏六腑都有好处。 尤其是女性朋友们,经常服用白磷,可以养心除烦,美容养颜。 白磷尽量选择,这种颜色微微的发黄的,不要去选择漂白的,漂白的白磷吃着比较不放心。 再准备红豆,红豆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,含有蛋白质,脂肪,糖类,维生素,铁,维生素B2,烟酸以及淀粉等等。 能够温补强强壮身体,对食欲不佳,负胀富满,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 能够缓解尿品,补皮,补肾,养胃,补充益气的功效。 红豆是一种不切远的食物,给新朋友们吃红豆,可以很好的滋养我们的皮肤,使皮肤红润光泽。 营养价值是比较丰富的,每天包红豆粥和,可以补气血,养五脏,养心神,尤其是搭配着其他食物一起,具有很好的丰富铁元素的作用。 能够补气血,美容猪眼,偏运的朋友们可以吃红豆粥,每天吃,能够补气血,使身体气血充足,脸色红润光泽, 营养比较丰富。 下面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里面,加入清水,中学火慢煮2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请您发费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前进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莲藕红豆水煮好了,这样做好的汤水,经常喝,能够刺补身体,补五脏,可以美容猪眼,延缓衰老,强壮筋骨,作用是比较广泛的, 特别是中浪年朋友们经常使用,可以预防色斑,预防黄鹤斑,还能够去除浪年斑。 饲养我们的皮肤,使皮肤气血充足,脸色红润光泽,做法比较简单的。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,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 好,家人朋友们,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这里了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,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